歡迎收看今天的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翔 在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燦爛時光節目跟公民行動影紀錄資料庫 還有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PNN聯合直播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會在公司PNN的網站來直播 之後會在公庫的網站 以及包括燦爛時光的網站 可以看到之後的錄影的播出 今天要跟他談這個議題 其實在我一開始跟他提到說 可能跟我有點小小的關心 因為我的母校私心大學 兩份在台灣社會非常重要的報紙 傳出了要停刊 跟要暫時休刊的消息 就是所謂的台灣力報跟破州報 這個消息傳出來 其實很多人感到非常的訝異 因為雖然他的銷售量 或者是他的社會的影響 雖然銷售量也許不是很高 但他的社會影響力其實是非常非常大的 今天我們的節目當中就要邀請到的是 私心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也是長期關心台灣社會運動的 陳正亮 陳老師 阿亮老師你好 你好 宋翔 可不可以請阿亮先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世心的這兩份報紙 力報跟破報 世心的這兩份報紙 是在這個 世心的前董事長 就是也是創辦人 陳捨我 在過世之前創立的 那當時他其實原來 就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報人 就是在中國 這個早期就是一個非常知名的報人 那他當時這個國共內戰的時候 逃到香港 然後就是 為了希望能夠辦報 所以就到台灣來 那當然後來在借人體制之下 有報警 所以新聞有管制 他就不能夠辦報 那不能辦報的結果 他就是先辦世心大學 當時不是世心大學 是新聞專科學校 那是培養報業的人產 新聞人才這樣 那當然其實他整個目的 就是為了辦報做準備 那在解嚴的12天之內 就馬上成立了台灣立報 所以他這個是一輩子的夢想 就是他要辦報 那辦什麼樣的報紙 當然就他有他非常清楚的想法 他認為這個報紙 基本上不應該是為統治者講話的 是要為弱勢說話 是要替大眾發聲 這樣的一個辦報的理念 所以這個立報一開始 他就不是一個 就是一個不是一個滑中渠場的報紙 而他就是報道很多少數的族群 受壓過者 大概都是這一類取向 所以在台灣的報紙裡面 是非常非常難得的一份報紙 特別是在解嚴之後 我們知道在政治解嚴之後的這個報紙 很快就被市場這個力量給他帶走 所以會變得非常的花眾取寵 你說這個什麼三星社 當然蘋果來說三星社越來越嚴重 那這類的問題其實 就是你可以看到立報跟破報是非常獨特 當然他發行量少 那因為他堅持這樣的一種理想 不花眾取寵的 不從眾 針對少數族群發生這樣的一個理想 所以使得他在這個發刊量上都是比較少 那這畢竟就是四星的一個理念 就是整個學校不只是這個報紙 不只是破報力報 那其實整個學校也有這樣的一個風氣 就是小風 一個比較民主的 然後一個比較批判性的效能 你看在解嚴時代他都可以用 這種所謂的政治思想有問題的 來學校教書 對啊 所以他整個學校也是立即在這個 這個學校在精神跟價值上的根 你可以這樣說 其實剛剛阿良老師特別常說 在這個解嚴時期四星大學 也就研攬了非常多的異議分子 其實包括像當時的傅政 或者是曾祥朵 王小波 黃黃雄 陳古印 陳紹廷 還有包括像李曉峰 張俊宏等人 那其實不管他是所謂的 在政治光譜上面是一種統派的 或是獨派的 或是左派或是右派 那都其實都不見容於當時的社會 其實他還是很願意的去包容 或是接納這些人 而且這些人到了四星之後 其實以我來講 我覺得我的收穫非常非常大 畢竟我是從四星的專科開始讀 所以我很多的思想的啟蒙 其實都跟這些老師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我這邊稍微做一個補充 其實陳生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他辦的第一份報紙 應該是在1924年的這個世界晚報 那他其實是當時是200塊大洋 來辦的這一份報紙 那當時他辦報的時候 其實有四個揭露了四個宗旨 這四個宗旨就是所謂的言論公正 不畏強暴 不受津貼 以及消息精確 那從這個現在來看 其實都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可是他卻是常常在台灣的媒體當中 很難去遵守的東西 所以立報的這樣的一個暫時的這種修開 我想對很多人來講都是一個非常錯愕 那剛剛也談到立報的部分 那破報呢 破報為什麼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他成立的呢 破報的成立其實是 特別是又是針對非常 你可以說是 一開始我們看到他可能是根據這個 比較多地下音樂 非常另類的次文化的這些東西 色彩非常非常鮮明 你說當我們報導一些議題的時候 他立報出了一些議題 但在文化的這個層次上 我覺得破報是做的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他有一個區隔 就是說比較是針對次文化的 這個東西做的比較好 而是台灣唯一一個 你真的看不到其他的報紙 或是專門真的是專門在報導 而且這裡面的人 就是記者也好 那其實他就是在這個文化圈裡面的人 所以他非常能夠其實 反映這一類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可以說是 立報延伸出來 那個同樣的精神延伸出來 但是比較針對是在次文化這一塊這樣子 那你可以看到說這個精神 後來就延續到釋放報紙 譬如說就變成是這個新移民的報紙 那跟移工也有關係 這在台灣是非常非常弱勢 因為在90年代之後 開始有移工移民的到台灣來 但在台灣就沒有說到他們聲音出不來 所以釋放報變成是他們的唯一一個能夠發聲 能夠甚至到最後是自己參與編輯 然後參與整個新移民運動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基地 所以這個精神基本上是延續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從陳舍我的辦學 或是在早期的這個辦報 或者是在台灣之後 在這個報競開放之後 這個連延續辦出來的 這個所謂的台灣立報 破舟報以及這個釋放報 其實都在這種精神價值之下 所慢慢的開花結果 那其實這個對台灣這個逐漸 越來越右傾 逐漸越走向所謂資本主義的這種 所謂的報業發展 這些報紙未必全部都是所謂的左派 但是它起碼是站在一個所謂的弱勢發聲的角度 跟這個傳統的報業 或是主流的報業 其實是有很大的差別 那我想很多人會訝異的地方 就是說這麼棒的一個報紙 或是這麼重要的一種意義的聲音 為什麼世新大學要讓它停刊 要讓它休刊呢 這個前天禮拜二早上 那學生跟立報的一些 還有破報的一些記者 就有一個行動去詢問 其實這是問同樣的問題 問是會跟校方同樣的問題 那大概有六七十個人在行政大樓 就學校的行政大樓 那就詢問類同樣的一個問題 那後來校長是有出來的 那校長出來的說法是說 現在立報停刊 那將來復刊之後 會往什麼方向去走 或是他將來要怎麼樣的經營 還在討論之中 他就只說明這一點 但是他說 關於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等等 那個他不知道 或是說他沒有辦法回答 那所以你看到這並不是 賴鼎校長的意見 也不是校務會議的意見 那就是董事會的意見 那因為在私校一般說來 董事會都是凌駕於 所謂的專業的教育工作者上頭的 他的權力基本上是是這樣 權力結構是這樣 這台灣過去以來都是如此 那事情當然也不例外 那所以董事會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這個根據我看到他們對外的一個聲明 不是董事會做出來的聲明 而是力爆社跟發出來的聲明 是說因為他虧損 不堪虧損 那但是虧損到底多少 我沒有看到詳細的數據 不過我那天聽說好像是 後保好像是200多萬 那力爆好像是500多萬 一年嗎還是 好像是一年 一年一個是200多萬一個500多 這是哪一個數據 就是我那天在現場聽到的 這個學校的人在說 但是我沒有清楚看到 這個財報 所以我不敢講這樣子 那不管怎麼樣 但這個是一個長期的虧損 或是說就這個sector 這個部門也是長期虧損 並不是今年才有 對沒錯 所以換句話說不是因為這個長期虧損 做為最直接的人 而是因為在想 就是去思考這個虧損的方式改變的 才是真正的原因 虧損一直都有 但是你怎麼看虧損是一個 一個不一樣的 有不一樣的方式 那他現在的方式就是說 他現在觀看的方式就是 這個部門本身的財務必須要是獨立的 所以換句話學校整體是被切割成為不同部門 就是立報破報 這個報業這部分是一個部門 甚至他跟四方報都切割了 因為四方報的廣告基本還不錯 因為是台灣唯一一個外籍勞工 或者是新移民的報紙 而且還有其他的這種合作的單位專案 所以他基本上切割的非常的細 那就是變得非常有趣 就是四方報破報跟立報 各別切割開來 然後來看說 哇糟糕這個破報是 因為他是免費周報 所以他就等於是全部虧損 就是說他自己面最嚴重的 那這個四方報還好 還不錯還可以賺錢 那就留著 所以他變成越切越細 那學校做一個整體的那個動作不見了 那我覺得這個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第一個意義是說 立報破報四方報 這個東西是跟四星大學的創校的精神 還有他整個校風 基本上是一個延續的 是一個結合的 是一個結合的東西 批判的精神 然後對社會有一個超越性的想像 而不是順應這個社會的邏輯 那這個東西你說可以單純的用幾百萬來計算 不行 所以換句話你應該把它看到是這個價值 你看到這個價值的部分 你就不會以成本的方式去考量 沒錯沒錯 那從這個角度來講 你他現在轉的這個方向 就變成說OK他現在不看這個東西 他現在開始要看哪一個部門能夠替學校賺盡最多的錢 那三個不同的報紙都可以切割 那將來當然你看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系所都可以切割 那就純粹是成本考量 所以我雖然沒有直接跟這個做決定的董事們 不知道他們的口味 嘴上會怎麼說 那從這個東西來判斷 合理的推論應該說他就是成本考量 就是議論取向 就是市場的邏輯進入校園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恐怖的事情 我想這也不是只有在世新大學 或是這也不是在大學 就是如果從台灣的報業發展的歷史來看 早期台灣的報業還是非常強調某種文人辦報 不管這個文人他所堅持的價值是什麼 他還是有他自己特定的立場 或是他自己的一個風格 甚至一個風苦的存在 所以我們知道進來之後 其實或者是越來越商業化之後 你會發現台灣的報業 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開始把這種所謂的員工 當作是一個基本的成本上面來考慮 比如說他會考慮的是一個純粹的經濟上面 我花多少的成本在這個員工的身上 而這個員工可以帶來給我多少的獲利 所以他變成是一個純粹的一種所謂的商業式的 或者是某種類型叫做企業式的思考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在台灣的報業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這些員工 他其實是一種無形的資產 我的意思是說 當蘋果日報進來之後 台灣很多傳統的報紙就開始面對競爭 而面對競爭的方法就是裁員 裁員就很好玩 裁員就是說這個人多少錢 特別是一些比較快臨界退休的 或是比較資深的記者 他其實都被用優推的方式 或是用不同的方式被迫離開 可是報業忘了一件事情 一個報紙最大的資產 其實就是這些員工 沒錯 一個報紙最大的資產 就是這些員工所帶來的一些無形的價值 一個資深的記者 雖然貴了一點 可是他所衍生出來的價值是更高 所以就很好玩 當這些記者被敗掉或是被優推之後 他們全部跑到哪裡 跑到他的敵人的報紙 比如說跑到蘋果日報 跑到一個更大 就是回過頭來打他們 這其實非常有意思 就是說世新大學或是很多的大學 特別是市立大學 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恐怕很多東西 沒有辦法用純粹的成本去做考慮 沒有辦法純粹用所謂的經濟的 商業的價值去做考慮 而是他到底會為這個社會 為這個學校的本身 帶來什麼樣的無形的價值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我想要回過頭來再去請教阿亮老師 從這樣一種思考來看 我們把它放到一個高等教育的面向來看 其實世新大學的做法也是無可厚非的 那難道這樣子不行嗎 那要不然他們要怎麼生存下去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請教阿亮老師 希望這次的比賽在各位大力的幫忙之下 能夠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把他們心裡的這些想法 行住於文字 讓我們這次的活動 能夠有很多不同國家的朋友 能夠更豐富 一階的移民工文學獎 在國內真的是創舉 讓更多的優秀的文學 基本是因為文學能夠來展現 讓國內能夠看得見 我們希望這個文學獎 是進入台灣的文學史 我們希望這個文學獎 是進入台灣的文學史 既是條件很有限 可是他又要不斷的拼命創造新的條件 參選資格就是在台灣 曾經在台灣或者現在在台灣的新年 與國 讓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 同時也能夠和諧地 在台灣的這段時間能夠相處 我們希望他們用力去創作 讓他們有一個舞台 可以把他們的生命故事講出來 希望台灣文學可以更豐富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燦爛時光還有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以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製播的網路節目 你在廣播的聲音上面可以聽得到 在網路上面的視頻上面 你也可以看得到 我們的節目是在 這個所謂的視頻的版本 是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9點半的 這個P&N的網站上面會直播之後 會在公庫跟燦爛時光網站上面 看到我們錄影的播出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現場 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世信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 陳正亮陳老師 阿亮你好 阿亮你好 雙翔好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世信破報跟立報要分別 要修刊跟停刊的議題 我們在繼續聊下去之前 也許我可以先講一個 這個陳舍我先生 世信大學創辦人陳舍我先生 一個小故事 陳舍我先生他其實在 當時在中國大陸辦了非常多份的報紙 其中一份報紙是在南京辦的 叫做民生報 當時陳舍我他的這份報紙 曾經踢爆了當時的汪精衛的親信 一個叫彭學配的貪污的事情 其實那個時候就有很多人就勸說 你不要去刊登這個東西 刊登這個東西 其實會引來很大的麻煩 結果陳舍我還是秉持著他 當時在辦世界晚報的精神 他就把這個東西刊登出來 結果刊登之後當然就引來了牢獄之災 被汪精衛關了40天 然後同時他的民生報也被無限制的停刊 那時候汪精衛曾經跟陳舍我說一件事 他說不然你來寫一封信公開的跟我道歉 大家就瞧一瞧就算了 然後就可以把這個事情戳掉 結果陳舍我就是不願意 然後陳舍我還回嗆說 他說為期不怕頭破血流才配做新聞記者 而且我十分相信這場反貪污的正義鬥爭 最後勝利必屬於我 我可以做一輩子的新聞記者 這句話非常重要 我可以做一輩子的新聞記者 汪先生不可能做一輩子的行政院院長 這個其實是一個我們在討論陳舍我的時候 經常會被拿出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迷言加劇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在前段提到的是 這件事情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報業經營的問題 而是這一種所謂的半報的精神 或者所謂新聞人的精神 他怎麼持續延續的問題 不過回到我們剛剛最後談的這個議題上面 我們有提到說 從私立大學面臨到財務危機的狀況 面臨到這個所謂的少子化的狀況 面臨到整個國家教育資源 投注越來越少或是分配不均的狀況 某某程度上面 我們也必須要承認 力爆破爆的停刊 對世青大學而言 他可能也是不得不做的決定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世青大學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那難道他不能夠去做這樣的事情嗎 這好幾個層次的東西連在一起 第一就是私立學校的經費挹注夠不夠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私立學校的教育支出 他的經費結構 你看他的學費就佔了裡面的六七成 所以是非常高的 他基本上是大量依靠學費而來 那相對於公立學校 他可能佔的比率是比較少 所以他在你反過來講 他從國家那邊獲得補助就非常的少 所以在預估少子化的衝擊狀況之下 他一定會往這個方向去思考 就是說對他而言最簡便的方式是從 他既有的不同的部門裡面 去看哪一個是賺錢哪一個不賺錢 就是他的內在的一個成本考量 或是內在的一個成本的思維的動力 是來自於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公私立學校資源分配不均的長期結構 那實際說很多這個教育者 或是說在批判當前的資源分配的時候 都提出說其實私立學校應該要聯合起來 跟國家爭取很多的經費補助 不是老師一想到沒錢就是說 賺學費然後關哪一些部門 把老師砍掉 逼走老師這些 那我們現在看到不只是世心 那很多的私立學校都用這些方法 或是想辦法弄這個 終身教育 你知道就是收比較高的學分費的 用這東西來賺錢 那當然長久下來 你大學的價值就會越來越消失 就變得是 越來越以商業的方式來考量 那私生關係也會受到很高度的影響 那很多私立學校都逼老師要去招聖 變得能夠維持下來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 在結構上 你必須要跟國家要更多的經費藝術 你才有真正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 而如果你只是內部自己 各校自己去解決的話 那不僅僅是破壞高教的精神 同時我就覺得長期來看 你也維持不下去 因為你永遠比不過公立學校 所以你不管再怎麼弄你 你賬學費公立學校一樣賬 所以到頭來大家還是沒有用 你就是你那個競爭的水準永遠是不同 那為什麼說私立大學有那樣的一個權力基礎 或是有那樣的一個論述基礎去跟國家要錢 因為他本來的設立就是為了公共性而存在的 他一樣利益這個社會培養人才 他也不是說因為私立學校 他就是為自己培養人才 也不是這樣 就好像我們老師在上課說 不管你是哪個國家的人 從哪裡來的 反正你只要進到課堂裡面來 我一樣要教你相同的東西 所以這公共性本身是要被維繫 所以在公共性維繫的原則之下 私立學校解決當前經費上或預算上的困境 走向內在的裁員 或者是以成本的考量 把內在切合不同的部門 然後用盡各種的手段去降低他成本 這個是實力的 他只有跟國家要錢 他把自己的公共性提高 這才是唯一的一條出路 在此的大學不會越來越降格 越來越庸俗化 這樣的一個原則之下 這是唯一的一條路 所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 其實這個力暴破暴的停開 他就不是一個單純的失效的問題嗎 他在教育體制裡面 他怎麼去看待所謂的新聞人才的培養 以及所謂的學校相關的 怎麼去發揮他的公共性 獨立性的精神的整套的機制 其實都是有一些相互關聯的連結的部分 那這其實是 其實高等教育跟報業或是新聞 其實都有一個共通的性質 他們都是某一種公共事業 以國立學校來講 他其實是提供公共服務 公共服務是一個為了滿足國民的教育權力而提供的 他本來就不是為利潤考量的 新聞媒體也有這樣的一個高度的公益性在那裡 所以這兩個基本上能夠相容 本來就是在一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 這也是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不是一個單純的私有化 就是我所謂私有化 不是世新的師生或是世新的董事會 跟這個力爆跟破爆問題 基本上他講我們必須要發這個公共化 或者整個公共的脈絡來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剛剛阿亮在上一段的節目當中也提到說 在4月15號的時候 這個有世新的師生 還包括像力爆跟破爆員工 到這個世新大學的行政大樓前面去抗議 那當然賴底民校長還有這個吳念軒 這個執行長也都出來做了一些回應 那其實我比較關切 我想很多人會關切的是說 那假如說他真的是停刊 或者是真的是休刊 那這些員工怎麼辦 這些員工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們是不是有符合基本的勞動權益的保障 以及他們面臨到這種所謂停刊跟休刊的時候 他們的態度他會想要維繫下去嗎 或者是就這樣就算了呢 破爆這一邊因為他是等於是關掉了 那他就是以資遣的方式把他們就資遣走了 那我覺得可以討論的是說 作為一個報業 是不是在做裁員的過程裡面 員工完全都沒有任何的參與的空間 或者說他是不是 因為他畢竟還是一個公共事業 我覺得他可以討論的空間非常廣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 是相對來說是比較粗暴 就是好像是出資的人最大 那他決定就決定 也沒什麼好講的 那就報業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 是非常不對的 那所以當然他們現在就是要逼 破爆這邊的記者 當然想要逼校方給 或董事會給的說法 到底為什麼我們在 這個過程是怎麼做出來的 那他們也提出一些數據說 如果世心真的 是在虧錢的話 那為什麼你董事會的這個 預算越變越多 這類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正當的提問 那現在當然是很憤怒 另外就是力報這邊 因為他們還要復刊 還要復刊 當然就是說 這個復刊之後會長什麼樣子 還不知道 到底他原來的版面能不能被維繫 還是就轉成所謂的專業的新聞報 或說不是報 而是教育週刊 教育週刊 之類的 還是說校方放出來的一些消息 所以說可能會有新的買主 這類的 可能他們就是有這樣的一種謠傳 學校是謠傳 但也不能夠重視 是不是有新的買主進來 然後換成其他的經營的方式等等的 但是我感覺到 我那天遇到力報的一些記者 他們好像都是被 怎麼說 他的資訊就是完全是非常稀少 都是傳言 都是傳言 我覺得這個溝通 這個管道要建立起來 就是資方董事會這邊 要跟員工建立一個比較透明 那當然也對社會大眾透明 那也對員工透明的一個管道 把一些資訊拿出來 這不是太難的事情 你要把這些員工當作是 反正我把你資錢掉沒事 這樣 那我覺得這樣 對 那再來就是力報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現在 的方式好像是先 這個 等於是 有點類似之前 然後之後再以約聘的方式 再聘回來 就復勘之後 好像是這樣 那我覺得這個 在年資的中斷的問題上要被處理 就是說其實這樣好像也不太對 就是你用約聘的方式顧回來 那可能還是做一樣的工作 那你這個是變相的 變相的再把人趕走 或者說年資重新計算 我覺得這個都不對 對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想特別再延伸下去談 就是說 坦白說力報跟破報也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在過去其實這種類似的事情 或者是內部的勞資爭議 其實已經有好幾 大概兩次以上 可是你剛剛談到說 其實破報跟力報 其實我們剛剛談到非常具有獨立的精神 這些記者的本身 或者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的社運場合 這些人其實也都非常敢言 然後也非常敢去做報導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標榜的左派辦報 或是標榜的左派的報紙 它在內部的民主化會有這麼大的問題 這個跟我們一般來想說 對於所謂的另類媒體的想像 或是一些所謂的媒體公共性的想像 或是所謂的內部的民主 勞動的民主的概念 其實是有一些落差的 落差非常大對不對 對 這個因為我不是新聞記者 所以我都是外部觀察 外部觀察 就以做勞工運動的研究的經驗來觀察 就是說勞動權的這件事情 在這個 不管你有 你這個媒體是有多了進步 那事實上面對資方的時候 其實這個勞動權 就一般說來 記者是不敢去再去的 因為他畢竟是簽了他的工作權 那他可以解聘 他可以幹嘛幹嘛 所以你為了保有一份工作 你最後你當然是聽老闆的 這樣子 所以如果老闆是一個願意保有公共性 願意把媒體當作是一個公共事業來經營 有批判的精神 這非常好 那這個媒體會往這個方向走 那如果他不是 那你要不能就離開 沒有任何的包含你的空間 幾乎是沒有 在台灣任何一個報紙都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其實勞動權 但廣義勞動權包括工作權 工作權才是你在媒體裡面 有了工作權的保障 你才有新聞資源 沒錯 沒有工作權的保障 你實際上是沒有新聞資源 那你同時 用這個邏輯來思考 在校園裡面 所謂的學術資源這件事 也是必須要保障 這個工作權的保障為前提 你有這個前提 你才有真的學術資源 那如果校方隨時都可以把你解聘 隨時可以把你裁員 或是把你調到另外一個單位 那跟你專長不服 然後說你就想辦法自己的離職等等的 這何來學術資源 你敢做些你想要做的東西 是做不到的 那當然就是說 有很多人把勞動權益這件事 跟所謂的新聞專業 新聞媒體的自律這些事情 分開來看 那我剛好不是這樣看 我剛好是要合在一起看才行 所以你看力爆這些爭議 就是說過去這些爭議 大部分都是老實爭議 其實就是老實爭議 那我們的新聞業的從業人員 媒體業從業人員 這麼多年來還沒有辦法經營出一個 比較具有真正具有力量的 union的一個公會 我覺得這個會使得 這個也使得我們的新聞自由的這件事情 或是我們新聞的水準這件事情 沒有辦法真正往上提升 我們看其實很多記者 其實水準真的都不錯 真的還不錯 你私下聊 我就是覺得真的是還不錯的記者 可是整體的新聞的水準 就沒有那麼 這不是那樣子 那不是他們的問題 這完全不是他們的問題 學校配上出來的人都非常好 沒有什麼問題 但問題是當他在這一個 沒有辦法跟資方 argue的空間裡面 他這些專業出不來 我想從力報的修刊跟破報的停刊 我們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也從很多不同的面向來 一起來思考 一起來討論 因為我們不覺得 這是一個單純的一個勞資的爭議 他也不是一個單純的一個私校 他在做任何的決定的這件事情 而是他除了是有一個這個 學校的公共性 或是報業的公共性之外 其實也包括剛剛談到的這個世新大學 或是整個台灣新聞界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意義 堅持意義 一種邁向公共的這種獨立的精神 那世新大學的這些校友們 其實也發起的連署 大概在兩天之間有超過4000人的連署 那我身為一個校友 我也很期待說 我們的學校 我們的母校 他可以重新的再去思考這樣一個決定 讓這樣的一個精神 他其實可以透過各種可能性 來讓他維繫下來 不見得是學校單獨的讀資 也許可以透過公眾集資 或是巡眾募款 或是像英國衛報的模式等等 那以後我們有機會 再來跟大家持續的談這樣的一個議題 因為時間的關係 今天非常謝謝阿亮、陳正亮老師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謝謝阿亮 我們下禮拜再會 謝謝 掰掰 謝謝阿亮 謝謝阿亮